現在在市面上呢 大家最怕買到假鞋了 尤其是我身上在桌上的 Ambush Dunk High 從去年底話題度到現在就非常高 我是老HighB The Old High Beast 今天跟大家介紹 假鞋和真鞋到底分不分的出來呢 那Ambush這個品牌呢 自從去年底跟Nike聯名了這雙Ambush Dunk之後 話題度就一直高高不斷 尤其是昨天Ambush的主理人 NU親自在Nike Sneakers那個App裡面 有Live宣告了即將會未來出的兩個配色 其中一雙就是螢光綠的 另外一雙就是芝加哥的 那螢光綠的本人已經透露了 是在下個月7月會出 芝加哥呢它目前還保守 所以可能還是朋友家人限定版的 講到Ambush Dunk High這雙鞋呢 實在是非常的紅 所以呢我也藉此機會呢 想辦法入手了一雙補甜的假鞋 補甜的假鞋 我從來本身沒有買過假鞋 所以也蠻好奇到底假鞋有什麼不一樣的 入手一雙假鞋 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手中家裡的真鞋 跟我剛拿到的補甜假鞋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看我們用肉眼可不可以看出哪裡有不一樣 特別為大家來比較一下 你們看得出來兩雙哪一雙是真是假 不多說讓我們進入近拍來看看 這兩雙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吧 好那現在我們這個轉盤上呢 有一雙Ambush Dunk的黑白配色 有左腳和右腳 其實呢其中一隻呢是假鞋 有一雙是我自己原本的真鞋 你們看出來是哪一雙嗎 老實講呢這種鞋子呢 要我在幾公尺以外呢是絕對分不出來的 不過呢因為我兩張都有實際在手中拿過 所以我有些地方可以看出哪些不一樣 好那我們就謎底揭曉 這雙是真鞋 這雙是假鞋 假鞋裡面附贈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標籤 以防萬一有怕忘記 我先把它再塞回去 所以我等一下才不會講錯 好那我讓我們來用俯瞰的角度來比較這兩雙鞋吧 那首先我們來比較真鞋和假鞋的從側面俯瞰的角度 說真的如果你沒有真鞋的話 沒有得比較的話實在是分不太出來的 好那我們就先揭露答案 我再跟大家比較哪裡不一樣 那剛剛塞的那個綠色標籤呢 就是這雙就是假鞋 上面呢就是我的真鞋 那我看到最大的不一樣呢 第一是你們看不到的就是 是氣味 假鞋呢用的膠水很明顯跟Nike原廠的不太一樣 味道刺鼻許多 常常開過Nike鞋子的話就知道 那個膠水是大致上是一樣的味道 Jordan 1會比較臭一點 可是這雙的膠水是完全不同的膠水 而且更臭 那我們用肉眼看得到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皮革 假鞋之雙的皮革呢一樣柔軟 事實上還蠻高級的皮革 只是呢它的皮革不知道什麼感覺比較霧面 而真鞋的呢感覺稍微亮面一點 材質又再更好一點 那從側面看的第二個最大不一樣呢 我想呢就是這個TPU的塑膠勾勾上面了 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 真鞋的這個尖細呢就是在勾勾和旁邊這個邊呢 這個尖細呢比假鞋很明顯的再細一點點 那最大的不一樣就是這個後面這個勾勾都尾巴的地方了 你看這個空空洞洞的這個三角形 真鞋的稍微比較密度比較小一點 然後看到這個假鞋的話這個洞洞很明顯 這個三角形的洞洞大很多 整雙鞋這個裡面可以刺繡的那個尖細呢 很明顯比真鞋的空隙大很多 那第三點要講到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這個鞋跟的部位了 這是真鞋喔你們仔細看 它這個從白色到黑色這個部位 中間大概有半個公分的距離左右 呈現一個立體的感覺 而假鞋呢可能是因為它皮包的比較緊一點 你仔細看這個白的看黑的幾乎沒有空格 它呢這個皮可能包上去是包的太緊 所以後面這個空格全部都不見了 我用俯瞰角度的話會比較明顯一點 你看我左手的話是真鞋 右手是假鞋 可以看到後面這個尖細呢 這邊有一個很明顯的空洞 是設計的一部分裡面有一個支撐住的東西 假鞋呢皮革呢整個把它包起來的 看不太到了 好那我們看看球鞋的正上方來看看是什麼樣子 同樣呢這一雙 記得綠色的這個是假鞋 左邊這個是真鞋 那皮革呢像我剛剛講到的 白色皮革的話也是很柔軟 可是呢 假鞋這雙呢稍微霧面一點 而真鞋的稍微亮面一點 皮革又更在高級一點 可是兩雙的皮都算不錯的 都比Nike正版的2021Dunk裡面皮質都還好 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呢就是你看這一圈 假鞋這圈呢很明顯的比較寬一點 設計跟真鞋的比較窄一點也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部分呢就是它的鞋帶了 真鞋的鞋帶是上蠟的而且比較細一點 假鞋的這雙呢並沒有上蠟 那要不然就是它有上蠟 幾乎看不太出來 而且鞋帶出了一點 第四個呢就是它這個鞋石上面 穿鞋孔的皮革這個環 真鞋的呢明顯短了很多小一點 假鞋呢這一塊不知道什麼特別長 刺繡呢這邊有四個刺繡的圈環 這邊只有三大個 而上面的標籤呢也有些許不一樣 感覺字體呢非常類似 可是你左右放在一起的話就會看到 那假鞋你看它這個字體稍微小了那麼一點點 那從後腳跟的俯瞰角度呢 我們可以看到真鞋這雙呢 它這個透露式海綿的鞋繩呢 很明顯的比假鞋這邊厚了許多 比較有padding比較舒服 這個假鞋稍微薄一點 那裡面的字體呢 看起來大致是差不多的 沒有細看的話可能也不知道不一樣在哪裡 那從後腳跟這個ambush的立體字體呢 非常類似 以我肉眼來看事實上字體來講是差不多的 那唯一不一樣就是當然是 真鞋的這個黑色皮革看起來比較亮 所以我知道這是真鞋 而假鞋這邊呢比較霧面的黑色皮革 同樣白色的部分也是真鞋的 稍微比較亮一點 假鞋的比較霧面一點 那大致所採用的白色呢 非常類似 如果嚴格要講起來的話 我確定一下 OK我右手是真鞋 它這個白色稍微感覺在泛黃一點點 假鞋呢比較像亮白的 當然這個一定要左右比較才分得出來的 要不然誰知道哪個比較白哪個比較黃 那裡面的壓印字體給大家仔細看看 還有星星的密度 記得喔 我右手是真鞋 左手是假鞋 那我現在把裡面的綠色鞋墊抽出來了 看看在鞋底的下面的設計有什麼不一樣 大致來講的話 差不多 假鞋的話 你看它這個裡面一個小洞洞 跟真鞋來比 真鞋這個小洞洞反而比較大一點 假的那個洞洞比較小 除此之外呢 那個材質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好那最後我們就看到裡面的海綿鞋墊了 上面呢是我自己的真鞋 這個是假鞋 可以看到的大致差不多 你要嚴格來講的話 這個旁邊的邊邊鋸齒狀的地方呢 真鞋比較小一點比較密一點 假鞋這個波浪比較遠比較大一點 要不然除此之外呢 滿難認出來的 那再看鞋墊的背面上膠的部位呢 看到假鞋這個漆的這個紋路呢 稍微好像比我的真鞋明顯了一點 假鞋用的是像這樣子 比較黃色的膠的橫紋 真鞋呢 它那個膠呢 反而是比較沒有顏色的 那我平常以前會拿夜光手電筒給大家照照 這次終於有真鞋和假鞋了 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以防我忘記剛剛講的 這個有綠色標籤的是假鞋 右手是真鞋 首先我們來看看真鞋的側面呢 同樣的這邊會有一個膠水殘留的痕跡 假鞋的膠水可能用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你看亮起來的地方比較多 不過這也不是一個非常好驗鞋的方法 只是給你做參考而已 後面的車線假鞋的長向這樣子 真鞋長向這樣子 很難分辨 我的老師講我也不知道在比較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剛剛看到最明顯不一樣的地方應該就是 鞋頭的洞洞裡面 你看 假鞋呢可能因為它洞形狀不一樣 所以裡面看起來造起來有點反光亮亮的 真鞋的那個反光洞洞稍微比較不明顯一點 除此之外呢最明顯的應該就是這個線 假鞋呢這個車的線稍微比較細一點 真鞋的稍微比較粗一點 看到沒有 看到鞋的標籤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太可怕了 現在假鞋都一定要做這麼可怕這麼真嗎 最後看到裡面的螢光的顏色色差呢並沒有太不一樣 所以呢 結論來講呢 除了最明顯的就是它這個上膠的位置 假鞋呢這個 漆比較明顯之外 真鞋的呢 稍微比較不明顯之外 非常的難以夜光手電筒來判斷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驗鞋的話 還是比較剛剛我那個白天的樣子 給大家看會比較清楚 最重要是氣味 所以假鞋的膠水位非常重 真鞋還沒那麼重 那隨著我在介紹呢 又看到另外一個 稍微有點瑕疵的地方 再註明一下 這雙是假鞋 你看這個勾勾的地方 它可能工廠做模子的時候 這個勾勾 不是切割得很完整 所以有一些殘留的塑膠的模子在裡面 從正面是看不太掉的 可是你從正下方偷看進去的話 可以看到 那這是真鞋 同樣這個切枕的平面 你這個偷看進去的話 同樣的那個縫縫就看不太到 切得很工整 老實講 這都是那種非常近拍 看才看得到的東西 上面是我從購買的真鞋 下面這雙是假鞋 實在呢 有點可怕 因為除了假鞋 硬於來的時候 沒有裝得非常好 所以盒子有點爛爛的 不過 以標籤來講的話 實在是非常難分辨 當然我上面這個真鞋 有留著那個180美金的標籤 下面已經假鞋沒有做 要不然就是被撕掉了 那我看看最明顯的部位 應該就是這個 Nike這個浮水印的勾勾了 真鞋的這個 Nike字樣呢 比較靠近鞋盒的上面 假鞋呢 稍微比較下來一點點 再來我們看完了鞋盒 那球鞋本身 它的近拍和比較之後 你們是不是也是 像我一樣嚇一跳呢 大家可能會好奇 老海逼自己的想法 對假鞋是如何 我呢 本身呢 是自己不會去買假鞋 來自穿的 我自己有真鞋 加上我自己 也沒有需要去買假鞋 所以我本身 是會穿真鞋的 可是呢 我並不會去評判 人家是穿什麼鞋 要穿真的 要穿假的 是他們的事情 並不是每個人的經濟實力 都是可以允許 大家可以買到 限量的球鞋 畢竟Nike呢 現在的行銷方法 是非常飢餓的行銷 什麼都做得非常限量 變得很多人 90%的人 基本上是買不到球鞋的 一定要付再售價格去買 那如果這些人 自己選擇去買假鞋的話 我是不予給評論的 不過呢 有一點呢 我是非常反對的 就是買假鞋的人 明知道是買假鞋 把它拿去當真鞋再賣 再從中獲利 這個是個非常可惡的事情 是我堅決非常 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欺騙的行為 尤其像這雙 Ambuds Dunk 目前在售價 因為它非常稀有 在售價都在600到700美金之間 那你一個假鞋 我不知道你多少錢買來 如果你從中獲利 你知道是假的 去買真鞋來賣的話 賣個從中獲利 一個500美金的話 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所以大家請不要這樣做 你要嘗試假鞋自己 來自製穿是你的事情 可是拿來欺騙人的話 當真鞋在賣 是不行的 好 那希望這一集呢 有幫助到大家 至少呢 在Ambuds Dunk這雙鞋 你買來的話 可以分出來假鞋來真鞋 當然我本身也聽說 假鞋市面上 有各種不同版本 那我也不知道我入手 這種是什麼A或B 我搞不清楚等級是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 不過在我看起來 真的是近看 除非有真鞋 你一定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你沒有真鞋 加上幾公尺以外的話 真的是肉眼 真是太難看得出來了 各位朋友們 看完這集的感想如何呢 你曾經是否有不小心 以為是買到真鞋 而入手假鞋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謝謝大家來看這一集 比較特別的一個單元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